醫療方面的消息要關心的是 家紀市一名十四歲的民眾 日前在糟糧走來走去 四年是沒有農到 但大腿突然是 聽到沒有正常走路 後來發現是 骨骨遠端的粉碎性骨折 以書表示 我們才能撕邊到上海 一名十四歲的年輕人 聽到一口的聲音 用走的走和糟糧 所以忽然間有一聲水冷的聲音 他感覺到 可能是骨頭斷去 聽到撞不到 一條不會走路 明明就是沒有農到什麼東西 怎麼會這樣呢 經過自己身上病理的檢查 發現這是骨骨頑端 粉碎性骨折 經過開頭以後 福仔才沒有帶來 暴衝式的運動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 不要突然間跑步 突然間跑步的話 身體的肌肉 還沒有說很正常的 循環的時候 這樣跑步的話容易造成骨折 現在在冷便宜骨口主臨 肥油性標示 一般在十幾歲的小孩 會生長太大 因為生長不安骨折 也不會發育完轉 如果將是瞬間激烈的動作 激烈到骨頭就會失去平衡 輕吃碎到 重吃碎回去 青少年在走的時候 做生自發生分垂骨折 實在是很判斤 疑似建議 國國中青少年在當大人的改動 就算平常有運動的習慣 但是因為年紀生長的關係 骨折都算佈 做任何運動進行 都要做失動的軟心 性疏電緊骨折 否則會因為 突然間的激烈動作 造成身體傷害 謝忻新聞創民黨 加義士 蔡宏報道